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字号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mi 台股连续三个交易日都向下探低 那么礼拜四指数是带量击杀 再跌超过百点 那么灌破了这个万三的关卡 那资金现在是加速的转移 投资朋友们在震荡之中 该如何来抓住机会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医生的贵人 Rumi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各位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 老师这个国内有在这个13号 就已经开始这个边境松绑了 那么入境呢 免减益只要遵守这个0加7的规范 但是这个航空双雄跟旅行社的卖压 都相对的沉重 台湾50 ETF呢 也失守了百元的大关 那么这个盘式 接下来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老师 所以说 这个我们今天大家轻松一点 是 我想很多人在今天 都已经陷入一种崩溃的状态 我们现在讲几个例子 就是Ruby刚刚讲这个东西 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讲到你刚刚提到航空双雄嘛 对不对 那么大家就期待说 今天在这边应该国境解封来一个大涨 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都讲过了 就是说从疫情开始的那一天开始 那么实际上就有人在赌 航空未来会解封 那这段行情就是从当时这个 疫情发生以后那一年的年底 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 长航空已经开始急拉了 因为当时的一个话题叫做 国境会解封 那么当时的这个价格大概10到 我记得12多 15块以下了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涨100% 又再涨100% 已经那么高了 你学着手上握着这些股票的人 在这个地方他不获利了结吗 对不对 是 所以说 我要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就是说 Ruby你一定听到很多人说 今年做股票赔多少钱 对 今年股市在害人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股市真正该学的是谁 在680以上把台电全部出掉的人 对 他不该学习吗 是 对不对 在200块以上把长冬都出掉的人 不该学习吗 当然要学习 那你觉得有这种人吗 当然有啊 不然成交量怎么会在那边 是 难道你追到680 追到650的台积链 你是自己变出来的股票吗 一定有人卖给你 但为什么市场上都不讲呢 社会上为什么不颂扬这些人呢 他们才是散户真正该学习的对象 是 以前把基亚卖在400块的人 以前把宏达电卖在1000块的人 以前把国具卖在1200块的人 对不对 他们不该学习吗 他们是散户真正应该学习的对象啊 把台积电卖在650的人 有没有 当然有啊 不然那怎么会有成交量 对不对 把长冬把万海那些股票卖在200块以上的人 你看啊 假设你当年基亚可以卖在400 接下来你做国具又做到1000块 对不对 再来你又有这个平盖股可以做 然后呢 你又有这个汉逊可以做 到今年你又有这个常用可以做 然后接着你又做台积电 这些股票如果你每次不用卖在最高点 你能够在起跌的过程当中 下跌的过程当中 获利卖出 光是我刚刚讲这几档 你想想看现在赚多少钱 富可敌国 对 豪宅不知道买几栋 那为什么市场上都不教呢 当然人家要教你 你首先自己要做得到 我常常跟各位讲 为什么月级别的日落这么重要 你看月级别的日落的股票 是不是一档一档跌 对 我的做法很简单 高档就把你全出 是 不管我今天多喜欢你 我动作都一样 那但是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社会气氛 比方说我们最常看到什么 台湾的投资分析师在干嘛 骂外资 骂得越狠好像你越正义 好像这个口出利剑代表为这个散户而发生 可是这件事情本身有问题 对不对 股市本来就是输赢 你今天说我输了一档股票 我赔钱了 我台积电赔了一百万 都是该死的外资 万二的外资在高档卖出 我问各位一件事 外资底部如果没有扛上去 请问你在这个地方有台积电可以买吗 我没有 如果当年他们不是去炒作那一段把他拉上来 你怎么赚得到六百块的台积电 对 但当他要出的时候 因为你追在六百或是因为你追在五百八 导致于你赔钱而在这个地方骂他的时候 很有问题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氛围是这样子 因为大部分的人做多嘛 对不对 对 做多其实本身没有关系 我们本来就做多嘛 但就是说你做多的这个位置 每个人不一样 像我跟各位讲的 有的人他的成本可能二十 有的人三十 但这张股票最后涨到两百块 有的人成本一定是追在一百九啊 对 对不对 那你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说你的成本多少 其实只要他开始转弱了 卖出点什么价格是一样的 是 那你就会出现说 最后进场的人 比较没有出现这个 赚钱就要他出 他会出不了嘛 对不对 那第二点就是说 因为在涨的过程当中 推波住来好像 很多的人也很多 对不对 那假设说我当时曾经叫你 六百以下随便买 现在我的立场 当然不能叫你出啊 于是呢 就装傻 对 对不对 就这样很正常啊 然后就搞的这个市场投资人 他也不知道怎么追寻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把所有的股票 都讲一个东西 我们的基本观念 日出而作日落而习嘛 是 如果你越级别越令 在这边出一个大长黑 不管怎么说我都会出来 那这一点的话 就是跟所有的投资人 分享就是说 今天大家 很多可能 观念上都已经有偏差了 比方说 我今天来跟你讲十读九书 对不对 好 那我问各位 你十读九书 那请问谁赢的 跟你对手盘得赢的 你为什么不去当他呢 做股票也类似 你说每次买股票都追高 股票真的伤害人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去跟卖 跟你的学习呢 说不定你卖掉的时候还是低阶啊 这个就是说 我们市场没有办法变了 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变 世界上唯一可以改变只有你自己嘛 你能改变谁呢 对不对 你唯一能够改变的就只有你自己啊 所以我还是跟各位讲 我今天就跟各位打气这件事情 当大家六神无主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万念聚会的时候 我还是告诉各位 低档就在十月了 是就在十月了 对 当我们上上礼拜五有超一次短嘛 对吧 当时我有跟各位讲第二只脚会踩下来 如今看起来也没有错 是 但是我就是要关心一下大家 对不对 上礼拜没有出的 然后可能有一些股票 他今年来讲根本都没有动都没有出的 还是要操作了 股票是拿来做的 不是拿香来拜的 对 股票是要做的 就是说买进卖出你要有一个操作 去年跟前年有很多的网红鼓吹说 那股票可以不用做 我们就死报活报领股息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对散户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因为很多的 我说不是对财经这么熟悉的人 他可能是有他自己的工作嘛 他觉得进了股市以后 怕被人家坑对不对 怕赔钱 那突然有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出来跟你讲说 股票只要买好股票 你都不要管他跌 只要在这边领股息 就算是买到高点也可以领回来 这个对一般的投资人是很大的吸引力的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会讲这种话的老师 其实你最好是在低档讲 你也不要在高档讲 对不对 就好像说我今天给大家来一个 我们来诚实的做一个不匿名的这个回答好了 我说你这边做这个所谓的领股息的这个定期定额 与闭子眼睛随便买的 我问各位一件事 如果说时光回到现在 你是希望年初买还是现在买 我就问你一个嘛 你这么喜欢波段对不对 你这么认为说股票一定都会上去 你看台积电你看目标价1200或1300或1800随便你 那我就问你 你希望买在680还是希望买在420 给你选你选一个 我跟你讲 我们2300万同胞 全部都选第二个 对啊 少骗人的 你跟我讲说选680 骗谁啊 我让你选你 你要现在买还是当时买 谁不是现在买啊 对不对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投资人不见得了解自己 他在当下下敌决定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是这样的人 当你真的陈生到痛苦了 你才会发现说买点是多么的重要 买点比基本面重要太多了好不好 是 是 基本面好的公司股票不见得会涨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 今年很多股票在破底的时候 你看南电基本又不好吗 哪来的不好我问你 对不对 跌了三成来告诉你他创意识新高 那你还怎么样 你眼睛闭着你还是就还是赔嘛 但是一档股票只要你能够买在低点 只要你能够买在7涨点 就算你基本面不好 你还是有机会赚钱啊 是 你怎么买在低点啊 哪一个重要你自己想 对不对 所以这次拉回 当然就是给大家买在低点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今天站在很多角度跟大家讲 其实我 我是心生关怀 但是我 我不是用那种 好像义和团一样的东西 很相怨的东西在这边安慰你 这个地方是外资害的 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融券放空害的 这个地方是因为借券害的 我看股票看错通通都不是我的错 都是借券的错 你讲这个就 我就觉得说 就有点没意义啦 就是 你我们应该是要想怎么样赚到钱嘛 对不对 那有这些人在 就算他们是个原因好了 他们也制造了低点对吧 那你低点要干嘛呀 那你高档他们在卖的时候 你要看得出来 对不对 对 未来来讲的话就跟大家勉励 就是 我们勉励各位不是用那种 义和团的方式有点相怨 我们勉励各位的方式是说 其实你不要丧失你的战斗心 股票市场一定有赚到钱的机会 现在低档区随时会大家反攻 所以大家精神绷紧 我们随时出手 好的 那么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参与资产免费的那一账号 那么老师从上周就一直提醒大家 这个股票就是要敢买 也要懂得怎么买 那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朋友 欢迎赶快来点咨询 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22-2362-1968 听众朋友 蔡英斯坦提前预告的减产受惠股 包含这个友达跟群创是持续的走强 那么还有这个电动车族群 在低档也有买盘进场承接 在操作上要有买有卖 在这个关键时刻 就让真正的实战操板手蔡英斯坦来带领你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N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你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超级大作战 现在是第二回合了把握准备反攻的个股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指数已经连续几天在探低楼 那么投资朋友们的信心 多少都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就请教老师 这个时候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操作策略 我记得我在过年的特别节目里面 有跟各位讲过 我以前考试去拜文昌君的事情 是 大部分的人会这么拜 求求文昌君做主 让我金榜提名 对不对 是 那这个当然如果说是 过高标就 过一个及格分数 比方说有的说发证照 过60分让你过 就及格 这个就简单 那有一种是算名额的 我们这个单位要收60人 我们这些学校需要收多少人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有很可能 就是你考过60分你还是上不了 因为他从上面算下来敲人头 对不对 所以当你这样拜的时候 其实你在拜的东西是希望别人改变 对 如果你今天换一种说法说 我会好好准备我的内容 那希望这个文昌这个地方做主保佑 对不对 考什么题目我都能够准备到 那这个说法的时候就 这个你在这样拜的时候 其实在一瞬间你身旁的职场已经不同了 因为你在要求你自己 对不对 就是说你希望得到这个上天的眷顾 但是呢 你实际上是回家准备你的内容 然后你就怕有准备不到 希望天给你一个机会 那么给你这个机会 比方说你得到什么职位为民服务 那你未来就以这个为对社会的报答 这好像也听起来好像是差不多 其实大有差别 对 你在第一点要求的是什么 改变这个世界 我要考上 别人怎么样不关我的事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录取30个名额 3000个人都去拜文昌 对啊 你要献文昌于不义吗 难道他2000 另外2900多人你要怎么办 不准对吧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要求自己 所以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跟各位讲 行情是不会变的 行情的本身不会变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变 就是你的做法 你的买点变卖点 你的卖点变买点 是 对吧 这个就是可以改变自己 你不可能改变天啊 对不对 你要怎么改变天 航行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 航行跌到这个地方 谁做出攻击姿态 或谁跌不下去嘛 对不对 对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举例来讲 记忆体的族群今天算利空吧 算嘛 勉强算了 是 说这个给韩国开了后门 所以台湾不见得得利 但是 你看看这些记忆体 有去破掉昨天开跳空的高低点吧 大部分都没有 对 不管大部分都没有 我们说 你看连昨天涨的 照理来讲 这个这个消息出来的话 群年应该要开很低吧 因为他昨天那根黄棒那么大 又有量 对 你应该要整个麻团 你看也没有 所以这里有没有一种现象 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样给他利空 他好像都在这附近 另外一个你像像鸿海 鸿海今年来讲 他910收市是不错啦 因为台股的这个气氛太差嘛 当然他也不见得攻 可是你看这些股票也都熟的 你回头去看像郑达 对不对 那或者说以胜 这些股票其实他都熟的 是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告诉各位说 今年你会觉得很多股票跌太多 很大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他过去两三年涨太多了 对不对 好比说你说要这边讲航空股怎么样 其实你也要想说他去年真的涨太多 那么因为涨太多就有获利的卖压在里面 是 你遇到今年状况大家要现金他就出 但是你反过来想第二件事 假设说有一些股票他过去两年没有涨太多 你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他也没有卖压 因为里面没有获利老权的卖压 对 或者是说有一些股票他其实并不是没有涨 他是在前年涨过 但去年跌很惨 跌到几乎七张点对不对 那你今年在看待他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档全新的股票 不管行情再怎么走 我认为电动车的这个族群 那这个是绝对不会变的 是 再来就是说半导体最近这个 哩啦啦消息比较多 大部分的人都往利空去解 但如同我之前所说的 今天你在这个地方 美国会怕你的厂商有接中国的单子 就是因为我要给你单子 是 对不对你说台湾哪一家公司 是百分之百全部都做中国生意的 我倒是没什么印象 有这种电子股 你知道吧 尤其电子公司 在这里不太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那当然明天 今天下午的台积电法说 就是比较这种重点 如果明天 我这边强调一下 我说明天的原因是在哪里 我解释一下 不是台积电法说的内容重要 是明天股价对这件事的反应 反应才重要 就是礼拜五的反应 不管你讲什么 无所谓 是 但是你不要市场上是负向反应的 这个才是重点 是 因为你要讲坏 台电也很难讲坏 你要怎么讲坏 对吧 台电怎么样就是 你怎么看它是好的 那现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人就是 对这个美国开后门这件事情 做一个解释 但我觉得这个解释也 我觉得也还好 为什么呢 所有东西 它在股价下跌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或多或长反应过了 就好比说 大家都在那边想说 哇 这个台电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怎么样 你今天站在一个赢家的想法想这个事情 为什么年初的时候 外资要卖那么多台积电 对 你这件事情想 你问为什么卖谁要卖 他当时在卖的时候 你根本都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他笨蛋 你真是一定后悔 对不对 大摩当时写一大堆 他写一个什么四千 对啊 对不对 当时写的时候好多人在骂他 对不对 当时你要听他的六百多卖掉 你现在多感谢大摩 感到是你一生的贵人 对不对 很多人把一辈子的积蓄 五百六百这样下去 去跟他存股 对吧 存了二三十年的工作 积蓄存上去 你想想看 当时大摩叫你卖 你要是卖掉的话 你现在不感谢大摩 是 对吧 你现在把它买回来 价格差两百块 还可以多买啊 还可以多买好几张对不对 所以 来跟各位讲 当时他们高档为什么卖 说不定他们早就知道 中美之间会有一些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分分招马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再来跟各位讲这件事情 回到价格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价格一定是最重要的 当时涨不上去就有问题 所以现在你就要注意 它跌不下去的时候 那就买一点嘛 对 那么就在这几天会出现一个关键 再来就是说 11月3号是美国升息的日子 现在已经10月中了嘛 对 没有多少低点我觉得 以过去的经验来讲 美股大概在升息的前一个礼拜出现低点 那你从3号往回推 大概就下下离拜 下下离拜 对 下下离拜 大概就两周了 那以台股来讲的话 当然下一周就是 这五个交易就是最好的买点 把握这个机会跟我一起做现场 好的 那么投资朋友们现在手中 如果有套牢的股票 一定要善用这个策略跟用对方法 才有机会来反败为胜 那么老师也说过了 10月份就是我们的超级月 有把握这个下周的买点 那把这个弱势股呢 换到有机会可以领先反攻的个股 就要好好把握这一次我们超级的时机了 那么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朋友 都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我们的头部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雇薪字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各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以上节目由中港新闻网 与摩尔投雇共同直播 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蔡英斯坦提前预告的 減产受惠股 包含友达跟群创 是持续的走强 还有电动车族群 在低档也有买盘进场承接 在操作上要有买有卖 在这个关键时刻 就让真正的实战操板手 蔡英斯坦来拜领你 请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费的賣帐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打你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超级大作战 现在是第二回合了 把握准备反攻的个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喔